历史上的刘豫,在取代东晋建立南宋后,为何对司马懿后人斩尽杀绝呢? 刘豫称王后,大肆诸禄前朝皇室,也让自己的子孙后人品尝到了开启杀戮前朝皇室的恶果。 那么,他究竟为何要屠杀前朝皇室呢? 下面,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点个订阅不迷路,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 想当初,司马懿虽然有直接篡位,但是司马懿把持魏国朝政时期,就已经开始杀戮忠于曹魏的忠臣。 到了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施和司马昭时期更是进一步加剧,司马施不仅大肆杀戮忠于曹魏皇室的忠臣还废除了魏帝曹方,司马昭则更狠,直接把魏帝曹毛施杀。 相比较之下,司马昭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晋武帝司马炎还算是比较厚道,没有对曹魏皇室大开杀戒。 不过,司马炎选择继承人选的不好,选了一个有点傻乎乎的儿子,晋惠帝司马中继位。 此后,历经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中原沦落,晋朝皇室指得南逃建立了东晋。 数十年后,东晋的大将刘豫直接篡位,也为司马家族建立的短命且混乱的王朝,画上了句号。 而刘豫在建立宋国前后,不仅诛杀了东晋的最后两位皇帝晋安帝司马德宗和进宫帝司马德文,还大肆诸禄司马家族的后人。 刘豫所做的这一切,也都是为了子孙后代所考虑。 虽然据史料记载刘豫是汉高祖刘邦之地楚王刘娇第二十二十孙,但是刘豫这个汉朝皇室后裔比三国时期的刘备还落魄。 在东晋时期刘豫的家族早已沦落为了低级氏族,是标准的寒门家族,刘豫的父亲刘翘只是郡公曹。 属于是基层官吏,刘豫出生时母亲赵安宗就因难产而死,刘翘家中贫困,拿不出钱请荣武抚育刘豫。 因此刘翘一度想将刘豫抛弃,幸亏刘豫的唐沈心善怜悯他,把他接到家中哺乳,就这样他才活了下来,可见刘家当时有多么穷苦。 后来刘翘也早逝,刘豫被继母肖文兽养大,没有父亲,全靠继母干农活,可以想见刘豫幼年时期的日子过得有多么贫苦。 不过贫苦生活没有使得刘豫消沉下去,反而使得刘豫更加有毅力,更加的想出人头地,因此长大之后的刘豫胸怀大志。 还以孝顺继母文明相礼,不过出身寒威且贫苦的刘豫胸怀大志也没有用,在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重视家族出身的时代,尤其是东晋更是依靠着门阀士族才得以立足,所以朝廷的权力基本都掌控在门阀士族阶层。 寒门子弟想要出人头地那是难上加难,像刘豫这样的寒门子弟想在当时出人头地那就只有参军,依靠军功或许成功的机会还能更大一些,刘豫本人很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最终选择了从容参军,投身到了当时的精锐部队北斧军中。 成为前将军刘豫之所部的将士,在北斧军时期,刘豫作战骁勇,每次战斗必定身先士族。 他不仅勇猛,还十分有谋略,因此深受刘豫之的血爱和气重,很快就被提拔为北斧军中的一员大将。 当时的东晋皇帝是靖安帝司马德宗,而司马德宗也是历史上有名的痴皇帝,其智力比何不识肉迷的靖慧帝司马中还低下。 据《晋书》记载,司马德宗不仅有严重的口吃,还不知冷热和饱饿,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基本属于生活不能自理的智力有严重障碍的人。 像司马德宗这样的痴皇帝自然不会让朝臣幸福,所以这时候的东晋皇权极其衰微,公元402年,东晋全城还玄发动叛乱,废除了司马德宗,自建国好为储,史称还储政权,还玄反叛后,刘豫的上司刘劳之被还玄排击打压。 刘劳之忧惧之下自尽而亡,刘劳之自已之后,北斧军的主要将领都开始拥护刘豫,而刘豫眼看玄玄势力强大,指得带领北斧军暂时屈从于玄玄之下,后来玄玄不信任刘豫,一再对北斧军进行赶尽杀绝的行动,最终记起了刘豫决定反抗玄玄的想法。 公元404年,刘豫照吉北斧军残兵一千余人在金口起兵反抗玄玄,打出了反击玄玄,众营靖安帝司马德宗的口号,在东晋时期,核心权力阶层基本都被以亡,谢,环,与四大家族为首的门阀士族所垄断。 环玄正是门阀士族的环氏家族代表人物,而刘豫出身寒门,代表着是寒门阶层,当时天下人对门阀士族垄断权力早已不满,因此当刘豫正必一呼准备反抗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环玄时,得到了很多寒门子弟的拥护,很快刘豫就率领北斧军击败了环玄,并且赢回了金安帝司马德宗,刘豫此时地位和声望达到了顶峰,他当时已经就具备废掉司马德宗自立为帝的机会, 但是他并没有如此行事,而是改请武陵王司马尊总领百官设政。这么看刘豫是真的想安心笑中东进皇室吗?当然不是,刘豫不是没有野心,只是当时时机并不成熟,环玄败王之后,东晋朝局动荡不安,民间更是百废待兴,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他们也是虎视眈眈,最关键的是刘豫出身寒门,得不到掌控权力的门阀士族拥护,所以他需要时间把这些问题都处理妥善才能称帝。 因此,他没有着急立刻称帝,而是继续在名义上遵奉东进皇室,毕竟东进皇室当时已经没有人能对他构成威胁,后来刘豫以司马德宗和司马尊为傀儡,在幕后掌控大权。 他对内打压门阀士族,大力重用有能力的寒门子弟,开创了寒门掌机要的政治局面,对外用兵先后攻灭了南烟和后勤,清除了东进周边的敌对势力,使得东进整体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 在公元417年时,刘豫两次北伐不仅收复了中原还掌控了部分关中地区,这些军工使得刘豫的威望无可附加。 刘豫也顺利地获得了刺风酒席的殊荣礼遇,这时候的刘豫自然也不甘心在屈居于治理地下的司马德宗之下了,于是很快他派人将司马德宗尸杀,并改立狼牙王司马德文为帝,既然刘豫是杀了司马德宗,为何又要改立其帝司马德文为帝,这不是麻烦吗? 其实刘豫本来是有意称帝,但是他很迷信,当时有称语言昌明,指的是司马德宗和司马德文的父亲靖孝武帝司马耀,之后有二帝,因此十分迷信的刘豫认为晋朝不该亡,还得再有一个皇帝才能灭亡。 于是,才拥立了司马德文为帝,点个订阅不迷路,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 公元420年,司马德文过渡了一年为帝,刘豫认为这时候晋朝该灭亡了,于是就派人写好善位诏书让司马德文照抄善位,司马德文也很识趣,很高兴地抄写了善位诏书。 并对人说如果没有刘豫,晋朝早就灭亡了,是刘豫延长了晋朝二十多年的国作,所以他是心甘情愿让位,司马德文当然不会是心甘情愿让位了。 只是形势所迫,他表现得如此高兴让位就是希望刘豫将来能饶他不死。 不过很可惜,即便他如何卑微地表现,刘豫也必须把他除之后快。 刘豫称帝之后,将司马德文为灵灵王,还派了心腹大将刘曾考名义上去保护司马德文,实际上就是监视。 而司马德文和治理地下的哥哥司马德宗不同,他十分谨慎且聪明,他担心刘豫会找借口杀掉他,或者是暗害他。 于是在封地十分小心谨慎,只与妻子楚灵云住在一个屋中,几乎从不外出,连吃饭都让楚灵云亲自采买和动手烹饪。 从不吃外来食物,司马德文如此谨慎确实让刘豫无从下手。 后来刘豫只能收买楚灵云的两个哥哥楚秀之和楚淡之,只要司马德文与楚灵云生育儿子,楚秀之和楚淡之就想办法暗中将这个孩子害死。 司马德文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暴毙,他知道是刘豫所为,但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平时行事更加小心谨慎,最终刘豫忍不下去了,派人去暗杀司马德文,本来杀手是让司马德文服毒自尽,但是司马德文重信佛教,他认为自尽的人在佛教中是有罪的,死后不得轮回。 因此,他坚决不肯自尽,杀手只能亲自动手用枕头将他闷死。 杀死司马德文之后,紧接着刘豫又派人在统治区内大范围捕杀近朝皇室司马家族成员,就这样曾经叱诈三国时期的种虎司马懿的后人遭到了灭顶之灾。 他的子孙后代大多数被刘豫捕杀殆尽,只有吉少数异性改名隐居起来。 在刘豫施杀司马德文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会公然杀害已经善位的前朝皇帝,还大肆捕杀前朝皇室成员,即便是胆大妄为的司马昭,他派成己施杀位帝曹毛之后,也不敢公开承认是自己想施杀曹毛,还得自己找各种理由借口掩饰,并把受他指使动手杀害曹毛的成己公开处以极刑。 相比之下刘豫不仅公然杀害善位的司马德文,还下旨大肆捕杀东晋皇族成员,这绝对是开创了历史先河,所以胡三省才会称刘豫开了恶力,自此之后善位之军很难善终,刘豫在已经称帝,完全掌控局面的情况下,为何还会对司马懿的后人如此忌惮,非要对他们赶尽杀绝呢? 其实,刘豫如此行事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点。 第一,刘豫靠武力善位,根基并不稳固。 要知道,晋朝的建立是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祖孙三代四人的努力而形成,司马家族是靠完政治手段才最终篡位成功,刘豫则没有司马家族这么深厚的积累。 刘豫从公元404年反抗环旋开始算起,到420年称帝,满打满算也不过16年时间,而这16年时间中,刘豫主要是靠着绝对的武力才成功称帝。 在刘豫称帝的过程中,他没有像司马家族那样采用温和的政治手段,而是他为了节省时间和步骤采用了武力杀掉所有不服的人。 所以他虽然称帝,但是根基并不稳固,人心并不是完全臣服,尤其是那些门阀士族。 东晋这些门阀士族完全是屈从于刘豫的武力之下,长时间下去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对刘豫起反抗之心。 而门阀士族如果反抗刘豫最大的借口就是找到东晋皇室成员,打出恢复东晋皇权的口号来反抗刘豫。 所以刘豫为了不给自己和子孙后代将来找麻烦,他必须在登基之初就立刻杀光东晋皇室成员,让这些门阀士族失去可以利用的旗帜。 第二,刘豫诛杀司马家族成员也是为了警告那些门阀士族。 刘豫的崛起是当时的一大艺术,上面说过当时的权力阶层基本都被门阀士族所垄断,向刘豫这种寒门出身的人很难有翻身的机会。 而刘豫凭借自身卓越的能力,最终在门阀士族所垄断的时代,开创出了一条属于寒门子弟的成功之路。 在上位之后的刘豫也认清了门阀士族的腐朽无能,他掌权时江南地区依旧是门阀士族垄断着仕途,所以他决定改变这种现象。 他开始大量启用有能力的寒门子弟,但是寒门子弟掌权就触动到了这些门阀士族的利益蛋糕。 自然是阻力重重,所以刘豫决定破除门阀制度,而解决门阀制度的办法就是先从东晋皇室司马家族开始。 要知道,当初正是东晋皇室带着门阀士族难逃,依靠着门阀士族的支持才建立了东晋。 而司马家族其实就是这些门阀士族之手,一旦有事,将来这些门阀士族肯定是会重新凝聚在司马家族身边。 因此,既然刘豫想破除门阀制度,那就得先拿门阀士族之手的司马家族开刀,把司马家族屠戮殆尽,才能杀鸡猴,警告其他的门阀士族。 这样门阀士族才不会再对刘豫启用寒门子弟进行阻挠。 最后,刘豫在诛杀司马家族之后,果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权力的垄断,开启了寒门子弟掌机要的政治格局。 第三,刘豫称第十年事已高,他为了保障儿子也得除掉司马德文。 在公元420年刘豫称第十,他已经57岁高龄了,这个年龄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已经算是高龄了,尤其是古代人很少有能活到70岁的人。 所以刘豫担心自己活不长,而刘豫生孩子却比较晚,他的长子刘一福当时年仅14岁,注定他留给儿子刘一福的过渡时间不会太久。 试想一下,刘豫活着的时候还能压制住局面,如果他不久就去世了,他那年幼的儿子刘一福如何压制局面,又如何压制36、7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司马德文? 就看司马德文行事小心谨慎,如果刘豫突然去世,恐怕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刘一福的就是以司马德文为首的东晋皇族。 所以不管是把司马德文留下还是留下司马家族,这都是对刘豫子孙后代的威胁,只有杀掉司马德文和司马家族的成员,才能不给门阀士族留下反抗刘豫子孙后代的借口。 这就是刘豫为何不顾恶名而要杀掉司马伊后人的原因,主要还是出于他的统治需要,他既要震慑门阀士族,也不能给子孙后代刘麻烦,所以就对司马家族斩尽杀绝。 不过刘豫开创的这个杀害上尉之君的恶力先河也让他的曾孙刘准受了连累,刘准最后也被篡位的萧道成派人杀害,而萧道成正是学的刘豫。 虽然刘豫开创了杀害上尉之君的恶力先河,但他在后世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指责。 主要就在于司马家族本身就不得人心,也说明了以司马家族为首的门阀士族垄断仕途权利是多么让人反感。 好的,我来评论一下。 感谢观看